大家好,欢迎来到蒙鹿玩具,各位看斗罗大陆的小伙伴们,大家好。 想必大家对武魂也是非常熟悉了,毕竟这决定了一个魂师日后能否修炼至高境界。 要知道越好越高级的武魂,修炼出来的实力是不同的,即使是同等级下,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 今天就跟大家讲讲最强气武魂明确的是浩天锤,那么最强受武魂到底是什么? 想必一提到最强气武魂,大家第一反应都会是浩天锤吧,确实,在斗罗大陆上,已经明确了最强气武魂就是浩天锤。 毕竟是攻击力最强的武魂,而且浩天宗内还有绝学,那就是大须弥锤、炸环、乱披风锤法。 这三大绝学足以在斗罗大陆上称霸了,即使是超强的防御力,都无法抗住此等攻击。 唐浩的战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。 那么最强辅助系武魂是什么呢? 事实上,已经明确了最强辅助系武魂就是七宝琉璃塔,毕竟七宝琉璃塔能够全面增幅一个魂师所有的属性,而且增幅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,因此被称之为最强辅助系武魂也是情义之中。 再有就是七宝琉璃塔,最高只能修炼至七十九级,而宁荣荣是因为服用了唐三给的仙草,才晋升了九宝琉璃塔。 那么最强兽武魂是什么呢? 其实客观的说,在斗罗大陆上还没有明确说明,最强兽武魂是什么,毕竟斗罗大陆顶级兽武魂实在是太多,不管是冰火凤凰,还是雷电霸王龙,以及天使武魂,都算是顶级的武魂,甚至于唐三的蓝银皇,比比东的珠皇都算是顶级兽武魂,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最强兽武魂。 马红俊的凤凰武魂应该是最强兽武魂,而且他服用猎羊蛇内丹后,武魂品质应该更高。 由此可见,最强器武魂和最强辅助系武魂,都有了明确的名字,他们就是浩天锤和七宝琉璃宗,而最强兽武魂,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出是什么,但是曼弥曼还是可以推断出,最强兽武魂的得主就是马红俊的凤凰武魂,而且他服用猎羊蛇内丹后, 武魂品质应该更高。不管是前期还有后期,都可以看得出他那武魂的强悍之处。 好了今天的节目,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。